就在不久前 韩国首尔经历了一场遮天蔽日的大地震 导致大量民众伤亡惨重 可还来不及救援 更大的灾难袭来 铃? 鑾? 鑣鑾? 鑑鑾? 鑣鑾 鑾? 鑾� 鑫 鑾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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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叫敏昊 不仅他自己得以侥幸生还 他和妻子所住的这栋公寓楼也得以幸免于难 完好无损地处立在这片废墟之中 冰天雪地中 大量的难民逃往这唯一的庇护所 敏昊知道当务之急就是要储存物资 在千辛万苦弄来一些水后 夫妻俩开始清点现有的物资 按照目前两个人的分量来算 省着点用 应该还可以支撑半个多月 现在所有人的唯一希望就是救援队的到来 很快 有人敲响了他家的门 来的并非救援队 而是一队逃难的母子 敏昊本想拒绝 奢侈品围巾在当下的环境里 还不如一张废纸 但在妻子宝英的坚持下 母子二人得以进入他们的家 敏昊忧心忡忡 现在他必须想办法去弄更多的食物 在人满为患的大厅里 食物不再需要钱 而是一切能生存的物资 敏昊用一块手表 才换了一罐罐头 敏昊拿着罐头偷偷回到家里 想和妻子一起分享 可下一秒 仿佛闻到味道的母子俩来了 就这样 一块手表换来的罐头 被小孩一人吃得精光 时间一天天过去 公寓原住民和外来人的冲突 也开始频繁发生 看到有人受伤 身为护士的宝英 连忙上前施救 这时房子里开始冒出浓烟 随即发生爆炸 所有人惊吓不已时 唯有一人在逆流而上 他们开始做冒不诰 网人 这不还会满我 被判灶 海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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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 火终于被成功扑灭 男人也顺理成章地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赏 经过夜委会主任的一番询问后得知 原来男人名叫金昌和 就住在公寓902号房间 被刺伤的男人告诉大家 一群外来者侵占了他的家 他只是表达了不满就遭到袭击 此话让其他业主纷纷感觉到了危险 于是夜委会紧急召开了一场会议 打算讨论一下如何安置外来的这些难民 有人觉得应该收留外来者 并且按照住户的房间大小分配难民数量 毕竟现在外面是寒冷的冬季 如果把他们赶出去了 肯定会被活活冻死 此话一出瞬间就遭到了反对 毕竟那些外来者全是来自前面的别墅区 平时那些人就瞧不起公寓里的原住民 现在凭什么要帮助那些人 在明后的提议下 众人决定选出一个夜主代表 专门负责处理公寓的对外事件 而刚才的救火英雄金昌和 勇敢又正义 绝对是不二人选 而在座的众人也纷纷举手表示同意 短暂的犹豫后 金昌和选择了答应 上任后的金昌和 首先安排了一次民主投票 大家用匿名投票的方式 来决定要不要把那些难民赶出去 最后的结果也不出大家所料 绝大部分的住户都选择了同意 投票结果出来了 可具体该如何执行 大家却都没有了主意 作为代表的金昌和 隔天就召集了少部分当过兵的业主 在下午正式展开驱逐行动 他们在广播中谎称 要给难民分房子 把外来者全都聚集到了公寓外面 可等待他们的并不是房子 而是一群手拿武器的公寓原住民 他们用防盗网当作盾牌 死死堵住公寓的唯一入口 接着由金昌和亲自宣布驱逐宣言 只因没有房产证 在这里工作了26年的保安也不例外 其他那些曾经住豪宅开豪车的人 岂会容忍被这群平民赶出去 甚至搬出一名议员 要求继续住在公寓里 如此情况下 一旦发生冲突 只会愈言愈烈 公寓里更多原住民加入进来 外来者再次被赶了出去 当对方第三次袭击时 铁棍被金昌和夺下 在楼上其他人的助攻下 这群外来者们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只好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公寓 取得胜利的住户们兴奋极了 他们大声喊着金昌和的名字欢呼 这场景可把窝囊了一辈子的他感动坏了 在金昌和的领导带动下 公寓的居民们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他们制定了公寓行为准则 成立了后勤部 统一管理物资供应 每个人都要参与各项劳动 按照出力的多少分配物资 男人们积极参与安保队的任务 妇女们则组建医疗队治疗病患 至于处理垃圾和排泄物 他们会用土盖上后 用塑料袋装好 丢进指定地点 在大家的通力配合下 公寓的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居民的幸福指数也变得越来越高 渐渐成为了这末日世界里 唯一的乌托邦 为了在这末日世界里生存下去 金昌和带领着巡逻队越走越远 地震后的城市到处都是废墟 以及冻死饿死的人 看到这副惨状 大家都不由自主的案子庆幸 自己还有一个公寓楼 可以充当庇护所 虽然现在公寓里的物资也开始紧缺 但好歹比在外面活活冻死要强太多了 渐渐的外面的幸存者中开始出现这样的传言 我读了 现在的小泽名似的一条 天使是小泽 大人抓 enough 狗吃了 熟下福 用的材料 就像在那里 你去旁边 由于地面上的物资被搜刮一空 金昌和只好带着队伍 钻进废墟中寻找 幸运的是 他们找到了一间便利店 然而等他们撬开门进去后 金昌和看到敏昊绕到了对方身后 一边安抚大叔的情绪 一边挪动着身体 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看着被打倒在血窩中的大叔 敏昊心情复杂 其他人在金昌和的带领下 将便利店扫荡一空 临走时 敏昊才知道 大叔之所以拼死守护便利店 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儿 可末日下的规则就是如此 根本容不得敏昊 有一丝一毫的怜悯 满载而归的众人 当晚就用抢来的食物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派对 仿佛根本就不存在着末日一样 而一个女孩的出现 则让现有的一切开始变味 她叫小美 也是这栋公寓903的业主 历经千辛万苦 一路回到了这栋公寓 因此总是和这群 生活在乌托邦里的人格格不入 在一次次的被视为一类后 小美哭着像唯一对她好的宝英 说出了一个秘密 宝英还未来得及弄清真相 在一次领物资时 一个大叔因为没有出去寻找物资 而分得较少时 愤怒地告诉其他人 这些物资都是杀了外面的人 从他们手里抢回来的 听到这话的宝英 想要劝敏昊不要再出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名巡逻队的成员忽然被人杀害 而凶手正是之前被赶走的难民 这一幕彻底把金昌和激怒了 他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自己的领地 经过几天的暗中观察 老青发现公寓有些住户 居然偷偷收留了难民 宝英也会时不时给他们提供物资 怒不可遏的金昌和 趁夜展开突袭 就这样搜索队很快搜出了不少的外来难民 他们纷纷被强行轰出公寓 而那些收留难民的住户们则被定型为叛徒 像宝英这种暗中提供物资的人也会被牵连 在敏昊的质问下 宝英说出金昌和并非902住户的真相 可尽管如此 为了生存 敏昊还是尽职跪在了金昌和的面前 就这样 被成功洗脑的敏昊 成为金昌和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 揪出了越来越多的外来难民 而那些窝藏外来难民的业主们 不仅得到的物资微乎其微 还要跪在大庭广众之下 接受金昌和的审判 种种事情让宝英开始无法忍受这一切 她觉得公寓变成如今这样 完全都是金昌和的冷酷独裁导致的 原来小美之前住在隔壁时 因为送错包裹敲开过902的门 户主金昌和的猥琐嘴脸 让她印象深刻 而现在的金昌和根本就不是那个人 为了搞清楚真正的金昌和去了哪里 二人趁着巡逻队出去寻找物资的时候 凿穿小美家的墙壁来到了902 除了一个卧床不起的老奶奶 毫无线索 终于 宝英发现了一个被封上胶条的冰柜 而这具尸体才是真正的金昌和 与此同时 金昌和带着队员们找到了一家大型超市 里面的各种物资 各他们公寓享用好几个月了 可当他们带着物资兴高采烈地返回时 却突然遭到了袭击 转间急眼的金昌和 掏出抢来的那把猎枪 对着楼上的袭击者们就是一顿输出 这才勉强得以全身而退 然而 这次遇袭让巡逻队死伤惨重 聂委会主任的16岁的儿子也没能幸免 这时宝英打断了金昌和的复仇动员 接着宝英拖出了那个冰柜 结合身份证上金昌和的真实面容 所有人顿时明白了 这个喊着 不让外来人进来的902业主金昌和 就是个冒牌货 原来 他的真名叫老李 在出事那天 老李来到这栋公寓找金昌和 因为金昌和原本说要把房子卖给他 但收了钱后却不签字 比哥一怒之下 当着他瘫痪母亲的面把他给杀了 还没来得及打电话自首 大地震就来了 老李也就顺势假装是业主的身份 混到了现在 得知了真相后 原以为大家会理解他的苦衷 没想到所有人秉承着公寓 禁止外来人进入围游 推想着要把老李赶出去 原来 老李这些日子以来 尽心尽力照顾瘫痪老人 比亲儿子还周到 混乱中 老李看到了小美 冲过去一把将她扔进深坑 这时敏昊举着枪朝他靠近 怒斥老李 为什么要欺骗所有人 谁知却被老李反抢走猎枪 就在双方对峙之时 公寓四周的围墙突然被人推倒 接着一群难民手拿武器的冲了进来 逃回家中的敏昊 刚安顿好宝英 外来者就闯了进来 并刺伤了名号 夫妻亚合力终于打倒了入侵者 并顺利逃了出来 与此同时 仍在入口处抵挡外来者的老李 也遭遇了危机 硝烟散尽 现场死伤惨重 老李也被炸得满身是血 或者重伤了身躯 或者重伤了身躯 老李回到了902 虚弱不堪地倒在地上 这一次 面对入侵者 他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 瓢泼大雨中 历史再一次重演 只是这次被驱逐的 变成了公寓里的原住民 逃出去的名号夫妻俩互相搀扶着 终于找到一个暂时歇脚的地方 这个精美的发卡 是名号在外面剪的 然而 当早上的阳光照进这里时 名号却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一只幸存者小队发现了宝英 将他带到了一个青岛的房子里 这里俨然成了这些人的避难所 只存在一旅行 高启强用一部狂飙 展示出了卖鱼的男人能有多狠 毕竟风浪越大鱼越贵 平日里越是老实本分的人 一旦被逼急了 破坏力也会相当惊人 韩国男人冬哲同样也倒腾水产 他胖头胖脑 看起来忠厚老实 实在是人畜无害的一类人 这天二道贩子朴老板 找到他和朋友春职 声称自己手上有一波品相极好的帝王蟹 当看到朴老板带来的样品 冬哲和春职都很是满意 朴老板得意洋洋的催着两人快点交上定金 三个月后 他会带回来成敦这样高品质的帝王蟹 到那时 两人就能顺利开上豪车 走上人生巅峰 当听到需要等待三个月时 冬哲和春职变得有些迟疑 朴老板却称他们是少见多怪 毕竟这种国际航线 跑一趟三五个月太正常不过了 一心想要出人头地的冬哲 被成功说服了 冬哲是一个创业狂人 但却屡战屡败 不仅没挣到钱 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外债 但是妻子智秀却从不抱怨 他白天在养老院工作 晚上在餐厅做服务员 一天天虽然很辛苦 但深爱冬哲的他却心甘情愿 这晚冬哲来餐厅接下班的智秀回家 他试探性地和智秀聊起帝王蟹的事 谁知他才刚开了个头 智秀就立刻疯狂反对 冬哲只能先稀释宁人 保证自己不会碰这张生意 智秀这才作罢 在城市的另一边 黑老大任昌正带着小弟们 在赌鬼老张家要债 任昌拿起砖头 让小弟把老张的头摁在马桶盖上准备开打 这时忽然有人开门进来 是老张的女儿肃然 看着一屋子的蛊惑仔 肃然瞬间呆住 任昌装模作样地扶起老张 然后一刀割开了他的手腕 小弟用沾满迷药的毛巾 捂住了肃然的嘴 几人一起将他拖出了房间 坏事做惊的任昌 常年从事贩卖妇女的交易 他搜罗姿色上家的女人 出去给自己挣钱 甚至直接摘除他们的器官 去黑市上买卖 当看到清纯可人的肃然 任昌知道 这又是一棵能带来丰厚收益的摇钱树 将昏迷的肃然塞进后座 一伙人开始在马路上狂奔 开车的年轻小弟名叫大明 嘴上无毛 办事不劳 他竟在这时 怼上了前面东哲的车 东哲走了过来敲了敲车窗 担心路线的大明塞了一笔钱出来 想要快点稀释宁人 东哲示意让大明下车看看车损 等不及的大明索性直接把钱一把抛了 看到这一幕的智秀顿时怒了 怒气冲冲下车走过来 任昌冲下了车 直接给了大明一顿猛踹 大明乖乖站在一旁不敢再嘚瑟 任昌诚恳地给俩人赔礼道歉 仰手不打笑脸人 东哲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 拉着智秀回到了车里 看着智秀的背影 任昌的心里有了一个罪恶的念头 为了凑足帝王蟹的货款 东哲压上了自己的全部家当 还悄悄去银行贷了款 不过这样一来 东哲已经拮据到连生活费都凑不出来了 走投无路的他 只能去找市场管理员由头 想要要回一点自己之前压给他的货款 虽然由头态度傲慢 但是东哲一直低三下四地恳求他 由头象征性地问会计要了两百万 不敢惹恼由头 东哲只能拿了钱走人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那艘承载自己全部希望的渔船 但是很快三个月就到了 渔船还是没有一点动静 这天中午 东哲和春植一起在便利店吃饭 春植再次忧心忡忡地和他聊起了这件事 虽然自己心里也没底 东哲还是努力地宽慰春植 毕竟这种国际渔船 遇上点事耽误了也正常 正在这时 朴老板打来电话 他称渔船走错路到了公海 现在被中国政府扣了下来 一切只能等总统和青瓦台过去交涉了 朴老板没等东哲再多说话 匆匆忙忙挂断了电话 虽然这事谁听了都会觉得荒唐 但东哲还是选择了相信朴老板 春植气得扔了筷子转身就走 智秀的生日已经到了 虽然囊中羞涩 但是东哲还是订了一间高级餐厅给他庆生 智秀局速地走了进来 东哲托他到座位上坐好 他为智秀点了一只十斤重的帝王蟹 主动献殷勤地开始捡出蟹肉 看出智秀心情大好 东哲觉得是时候告诉他生意的事了 他拿出合同交到智秀手上 东哲一再向智秀保证 这次一定能翻身 但智秀现在根本没心思听这些 东哲赶忙去后厨 拿提前准备好的蛋糕 想要缓和一下气氛 但当他兴致勃勃地将蛋糕搬出来的时候 智秀已经不告而别了 东哲急忙给他打电话 但心烦意乱的智秀根本不愿接听 只给他留言一切回家再说 回到家后 智秀看着墙上和东哲的合照 又有点于心不忍 毕竟他也是为了这个家 决定等他回来再好好和他说说 可惜的是 命运似乎不想给他这个机会 门铃突然想起 猫眼后面的黑衣人吓了智秀一大跳 就在智秀凌乱的时候 门锁竟一点点被从外打开 智秀逃回房间 想给东哲打电话 但已经没有时间了 另一个黑衣人打破窗户进了房间 来人正是任昌 自从那次撞车事件后 他已经把智秀当成了狩猎的目标 他们如法炮制 将智秀同样迷晕带走了 天空忽然下起大雨 着急回家的东哲 被一辆故障车堵在了路上 男人不慌不忙站在路中间 东哲只能耐着性子等他先走 等东哲赶回家时 智秀已经不见了 看着一地的凌乱和被打碎的窗玻璃 东哲意识到大事不妙 慌忙跑去警局报警 接警的经警官 调取了案发时间内附近的监控 找到了一辆可疑车辆 经警官让东哲先回去等消息 得知消息的春职 也着急忙慌地赶了过来 正不知所措之际 东哲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 电话正是任昌打来的 听到听筒里智秀的声音 东哲担心不已 任昌威胁东哲 如果再和警察纠缠自己 就会对智秀下手 东哲慌忙回家 找到了任昌说的名片 上面是一家鰻鱼直销店 饭店服务员 对匆匆赶来的东哲 似乎并不意外 将他引到一张桌子前面 对座放着一部手机和一个皮箱 很显然 这里已经有人来过了 东哲急促地往窗外的停车场看了看 春职此时正在那里待命 东哲等了很久 但任昌却一直没有露面 就在他无比焦急的时候 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电话那头的人正是任昌 他让东哲把对座的皮包打开 里面竟是一包现金 任昌称 自己看上了智秀 想要一把买下他 东哲怎么可能答应这种要求 但还没等他开口拒绝 任昌突然怒斥起他来 春职急忙开车去追人昌 却因为疏忽追错了人 东哲只能跟着他一起赔礼道歉 无计可施的两人只能再次走进警局 当听到绑匪竟主动给受害者家属钱 金警官也觉得不可思议 金警官以化验前上指纹的名义 留下了这包钱 事情已经过去两天了 东哲追问金警官有没有什么进展 金警官推辞 案件很多只能一个一个来 东哲心灰意冷 准备回去先等等 可当看到黑板上一张张年代久远的寻人启事 他意识到这样的等待很可能看不到尽头 东哲想起了一个人 他拨通了春职的电话 熊老板是附近人尽皆知的找人大师 无论人在哪里 熊老板总有办法第一时间将他找到 看来现在只有想办法筹钱请他帮忙了 东哲再次找去了尤头那里 希望尽快拿回货款 尤头态度依然强硬 硬气的耍赖 还下了逐客令 其实东哲远不止海鲜摊主这么简单 他曾经也是黑道上响当当的人物 在认识了单纯善良的智秀之后 东哲才收手重新做人 不过现在也是为了智秀 东哲决定不再收敛 看到东哲轻而易举的就放倒了带头小弟 由头瞪大了双眼 不吃眼前亏的由头 连忙笑着掏出钱 东哲和春职一起找到了熊老板 当听完整件事 熊老板却觉得这不是绑架 而是智秀和任昌一手策划的通奸案 听到智秀被人这么污蔑 东哲气得拿起钱就要走 被春职拦住 希望熊老板能帮帮忙 但熊老板话里话外 都在嫌弃佣金给的太少 和是老春职把东哲红走之后 掏出了一个信封 信封里是帝王谢的交易合同 熊老板颠让了一下 觉得有水不少 欣然接下了这笔交易 有钱能使鬼推磨 熊老板带着春职一起 研究那一天停车场的监控 很快就发现了里面提着皮包出现的男人 之后顺藤摸瓜 找到了男人的车牌 熊老板假扮成警察 查到了车牌的相关信息 车牌主人名叫崔满石 是一个中年独居男人 三人一起找去了他的家 不料 崔满石却称 这个车牌自己早已卖掉 根据崔满石提供的信息 他们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地下停车场 车刚停稳 就有一个男人从角落里窜出来 他们跟着男人在停车场里一顿游走 最终被带进了一间赌场 这个赌场只接受用车牌置换赌金 女人雅子坐在了他们对面 询问他们带来抵押的车牌在哪 东哲没有耐心和他兜圈子 希望雅子能告诉他们 催满石车牌的买家 五大三粗的打手们走了过来 将三人团团围住 不知深浅的熊老板还想强出头 不过很快也因为自己不值一提的身手 沦为了笑柄 不忍心熊老板被围殴 东哲开始出招 只见东哲一手一个 很快就把在场的渣渣们都收拾了个干净 知道不是东哲的对手 雅子失去的拿出账本开始查找 账本上虽然没有登记买家的具体信息 却清晰地记录着 催满石的车牌是在长城府交易的 熊老板注意到 长城府在账本里频繁地出现 很显然 这是一个长期在买车牌的买家 雅子提到 这群买家总是会带上黄色药丸一起交易 至于这到底是什么 东哲听完立刻慌了身 他不敢想象 落到这群人手上之后 智秀都会经历什么 雅子找到了一张对方很久之前给过的名片 名片上赫然印着一家娱乐机构 三人立马奔过去 路上熊老板对东哲的身手嘖嘖赞叹 春职告诉他 东哲一直以来都是靠拳头在道上混的 也因为善斗的本事 被人送上了黄牛的外号 当听到东哲正是之前赫赫有名的斗欧事件主角 熊老板惊讶地叫出了声 东哲带着俩人找到了这个娱乐机构门口 可惜的是这家店已经换了老板 线索又一次断了 东哲绝望地往回走 正在这时 一辆拉满小姐的汽车停在了店门口 司机小伟熟练地下车 将这群浓妆艳抹的女人们带了进去 东哲看着小伟觉得很是眼熟 在脑海里搜索了一圈 瞬间想起 他正是那个雨夜 将自己拦在路上的故障车的车主 原来一切都是设计好的阴谋 等小伟回到车上后 东哲走过去敲响车窗 东哲本想拉他下车 可对方却一脚油门溜之大吉 就在东哲懊恼的时候 警局打来电话 让东哲过去辨认一具女尸 东哲心急如焚 飞也似地跑了过去 遇害的女人并不是智秀 她的名字叫李恩真 来自于两年前的一宗失踪案 失踪之前 李恩真已经带病卧床多年 说也奇怪 她的病状在失踪前突然加重 一度陷入了重度昏迷 可惜的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 警察没有任何发现 案件也慢慢没人关注 谁知当大家开始忘记这件事时 有人突然跳了出来 他们连忙找到了李恩真的老公强子 强子坦白说出了内心的秘密 几年前 因为电视台的大肆报道 强子对重病妻子不离不弃的痴情老公人设 感动了无数观众 不过这也让他被任昌盯上 一个深夜 任昌将强子绑架了过来 他戳穿了强子 只是想借人设圈钱的小九九 将满满荡荡的钱扔到了强子的面前 看着强子盯着金钱贪婪的眼神 任昌知道自己又猜对了 强子对着东哲和春侄悔恨的大哭 他因为一时的私欲 做了这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的事 在俩人临走前 强子给了他们一包文件 回到车上 东哲开始仔细研究这份资料 里面是满满荡荡的 关于肉体交易和贩卖器官的新闻报道 在资料的最后 东哲发现了一张名片 几乎在同时 强子被人从高空扔下 看来对方已经狗急跳墙开始消互了 东哲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快马加鞭找去了名片上的贷款公司 东哲一眼就认出 接待自己的小弟 正是那晚追尾时的后车司机大明 他逼问大明织秀的下落 大明悄悄把手放到桌子下面 东哲也不是吃素的 东哲将大明带到了熊老板的公司里 大明还算硬气 尽管已经被揍得鼻青脸肿 硬是扛住了一个字没说 不过东哲不缺的也是对付他的办法 他让熊老板和春职准备工具 想要带大明感受一下电压的酸爽 就在这时 任昌给大明打来了电话 他点名要和东哲视频通话 东哲终于看到了久违的质秀 他已经被折磨得没了人样 任昌让东哲动手杀了大明 东哲不想伤及无辜 迟迟不愿意动手 面目猙獰的任昌 一把抓住质秀的头发 知道丧心病狂的人昌 真的会动手杀了质秀 东哲急忙找了一根绳子 开始狂勒大明 任昌让东哲把那包钱还回来 自己就会把质秀放了 挂断电话后 东哲给了春职一个剪刀 原来他只是压住了大明的颈动脉 让他暂时晕厥了 现在只要在他头上放点血 就能清醒过来 捡回一条命之后 大明终于说出了真相 他称任昌每次掳走一个女人 会给她们丈夫一笔巨额的封口费 见钱眼开的男人们收了钱 就会听话的放弃追究 东哲问起任昌的位置 大明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狡猾的人昌总是一直在更换住处 一般人根本找不到他 看来现在要引出任昌 只有用那包钱做诱饵了 但钱在警局里 想要拿出来只能用偷的 在熊老板的一番装扮下 三人成为过来查案的中央地区检察官 他们瞒天过海混到了警局里 熊老板带着春职打前锋 两人找去了鉴定科 经过了一番蹩脚的表演 他们终于成功拿到了皮包 正准备闪人时 值班警察老李拉住了他们 老李拨通了金警官的电话 金警官称 这个案子尚未移交检方 让老李不要着急移交政务 自己会马上赶过来 此时老李也有点后知后觉 开始怀疑眼前这俩人的真实身份 力声让他们出示自己的身份证件 并开始慢慢拔枪 此时熊老板和春职也有点慌了 东哲为了救出俩人 引爆了警局里的停车场的一辆车 趁着老李被吸引注意力 春职俩人连忙带上钱溜走 警局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爆炸陷入混乱 大家都急忙赶来救火 东哲烧上俩人 成功从警局里逃了出来 另一边 任昌将所有等待买卖的女人们 都关在一所废弃的大楼里 由小伟全权负责看守 其中就有智秀和毒鬼老张的女儿素然 智秀看出了素然一直想要逃走 于是团结她一起越狱 很快 小伟就识破了俩人的心思 出手教训了素然 听到这个消息 任昌发疯一般冲了过来 看着毫无人性的人昌 智秀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东哲这时给任昌打来电话 表示自己已经拿到了钱 约好交易地点后 任昌临走时不忘嘱咐 拿到钱立刻灭口 在智秀的不断呼唤下 昏迷的素然奇迹般的醒了过来 这时智秀惊奇地发现 房间竟有一扇被贴住的窗户 撕开窗户后 里面还有一层铁栏杆 现在这扇窗户就是唯一的希望 两个女人开始努力悬开螺丝 但是俩人在搬动推车时 却不慎弄出了声响 小伟闻声赶了过来 就在智秀爬出窗户的下一秒 小伟推门而入 就在素然也准备奋力出逃时 任昌带人赶了过来 成功逃走的智秀 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他恳求司机快点带自己去警局 可惜就在警局近在眼前时 他们遇上了堵车 害怕被追上 智秀打开车门 开始往警局飞奔 东哲三人终于赶了过来 眼见大门被锁住 东哲决定硬闯 他把春职和熊老板骗上了车 自己则一脚油门孤身涉险 撞开大门后 东哲顺利来到大楼门口 他一拳干翻看门的小弟 此时小伟正在房间里整理资料 准备将女人们全部带走 他很快就听到了 东哲在走廊上玩人肉沙包的动静 拿着小刀静静地躲在门后 谁知东哲没有按常理出牌 熊老板和春职不忍东哲一个人战斗 紧赶慢赶还是追了过来 打翻了几个压车小弟后 成功救下了一车的女人 东哲一拳超人的人设 被他立得稳稳的 面对蜂拥而来的小黑们 他丝毫没有手软 对着他们就是一阵从上到下的锤打 最后只剩一个大块头还没倒下 面对着这么一个绝对的力量型选手 东哲也有点无力招架 在被动的挨了几拳之后 东哲一个发力抱起大块头 解决敌人的东哲找了一圈 并未看到质秀 这时警车已经从四面八方开了过来 东哲急忙先撤退 却在离开的路上被一辆车堵住 东哲已经认出了人昌 急忙跟了上去 两车就这么在狭窄的山路上 头抵着头开始飞驰 东哲一个加速反倒帮人昌掉了个头 两人继续你追我赶 东哲家族马力开始在侧边狠狠撞进人昌 人昌拽起车里的智秀做人质 忌惮智秀在人昌手上 东哲不敢再轻举妄动 他超车到人昌的前面想要逼停他 两人就这么你来我往的超车 最终东哲的车被人昌撞翻 滚到了坡道下面 人昌拎着斧头赶去送东哲最后一程 东哲抓着人昌用拳头慰问了一遍他的五脏六腑 人昌被打得眼冒惊心后 被东哲狠狠扔出了车 知道自己不是东哲的对手 人昌想着不成功变成人 东哲对着倒地的人昌继续开启铁拳攻势 直到他最终再没了呼吸 东哲赶忙回到车里救下了智秀 劫后余生的夫妻俩忍不住抱头痛哭 没多久 那艘被中国政府扣架的渔船也被放了回来 东哲终于借着这场帝王蟹的生意成功翻了身 带着最爱的智秀 过上了开大奔的人上人的梦想生活 愤怒的黄牛故事情节是直接扰当的 剧情像闪电般快速展开 让观众感到如同在高速公路上急迟 一刻也不会乏味 每个角色的设定都很明确 演员们的演技也恰到好处 马东西饰演的东哲 在片中展现了像黄牛一样充满力量的动作戏 金圣吴饰演的人昌 展现了超越前作的反派演技 春职和熊老板的搞笑配合 贡献了无数笑点 但是该片叙事的单调结构 多少受到了没有新意的批评 动作戏可圈可点 故事感略有不足 这个小伙前一秒还是众人拥护的大明星 后一秒就被人吊起来当众羞辱 这一切还得从这个叫李灿雨的男人说起 他是个社会人 初中没毕业就在江湖上打拼 毕生梦想就是开一家高级夜店 成为人上人 还十分信奉量子物理学这一说法 简单说来 就是频率相同的人在一起 会形成巨大的能量磁场 也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最近他名下的高档夜店 马上就要开张 装修也已经七七八八 万事俱备 就差一个能提升夜店品位的营销经理 为此李灿雨亲自当猎头 想要挖走业内大佬花姐 又是高薪水 又是送股份 可当得知 李灿雨的幕后股东 是黑老大老郑后 花姐这才同意了李灿雨的邀请 毕竟没有人愿意 得罪老郑这样的大人物 兴奋的李灿雨 随即领着花姐四处参观自己的夜店 并将这一喜讯通知了老郑 三人的第一次见面可谓是相当愉快 心情大好的李灿雨 去看望自己以前的老同事彪哥 正聊得兴起时 有个妹子哭唧唧地跑出来告状 声称有个变态在包房里闹事 李灿雨也是个讲义气的人 提着一瓶高档酒就去当起合适老 闹事的是一个知名说唱歌手绿毛 精神状态显然有些不佳 本以为喝下这杯酒后就可以稀释宁人 谁知 李灿雨充分展现了社会人的能屈能伸 忍着恶心喝了下去 但转头就吩咐陪酒小姐 注意搜集此人嗑药的证据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不久之后 李灿雨的酒吧正式开门营业 当天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楼下是年轻人进行释放 楼上则是各位大佬的酒会 就连犯罪情报科的地中海也特地前来道贺 李灿雨作为地中海的县人 前不久刚刚帮他破获了一起 用女孩招待高官的案子 然而不巧的是 案件涉及到一个叫赵文艺的人 如今已是青瓦台秘书市长 这下地中海可谓是吃不了兜着走 被名声暗将 不过鉴于他引荐了老郑和李灿雨认识 李灿雨也决定回他一个人情 那就是娱乐明星绿毛染毒的情报 忙碌的开业活动结束后 梦想达成的李灿雨 兴奋的再歌再舞 今晚和他同样高兴的 就是即将收网的地中海 外人簇拥着从酒吧回到家的绿毛 还迷迷糊糊着 就被地中海当场逮捕 绿毛当初在李灿雨面前有多横 现在被抓后就有多怂 一个个富二代的名字 从绿毛嘴里蹦出来 地中海随即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 小白 这是一个顶级财阀 白老头家的小儿子 而白老头背后的靠山正是赵文艺 地中海转头去找他在报社的老局长 准备借此扳倒赵文艺 可老局长认为 这点条件还是不够上微博热搜 根本撼动不了一个财阀的根基 正方不肯出山 地中海又联系了黑帮大佬老郑 只要白老头出事 老郑就有机会进入梦寐以求的房地产市场 既然是利益共同体 那自然就可以互帮互助 本不想参与其中的李灿雨 或与老郑投资人的身份 也不得不加入 很快 绿毛就被倒吊起来接受拷问 浑身只剩一条内裤的他 差点当场吓尿 还被老郑狠狠羞辱了一波 可现在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 绿毛只能奉命监视小白的一举移动 只要小白有局 就立刻通知他们 几天后 小白这条大鱼果然上钩了 可就在李灿雨 着手准备抓人的时候 原来就在地中海 来找老郑合作的那天 虽然花姐没在现场 但她提前放置的录音笔 将三人的谋划全部记录了下来 并把这些信息 透露给了一个姓梁的检察官 很明显 花姐接受李灿雨的邀请 也是早有预谋 就这样 包房里的所有人 包括小白和绿毛 被一并带走 但这帮人并没有被带回警局 而是送到了一个酒店里 原来梁检就是想 以小白吸毒抓现行为筹码 和大财阀白老头换个官做做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梁检前脚刚走 一心认定是绿毛告密的小白 就对她下了杀手 吸食违禁品直接变成了持刀杀人 这下梁检手里的筹码变得更加丰厚 白老头文迅立刻赶来酒店 帮儿子擦屁股 老监巨划的他 当然知道自己被叫来的原因 白老头的意思很明显 只要梁检能把绿毛的死处理好 他也很乐意帮忙 因为地中海 老郑和李灿宇都卷入其中 梁检直接派人 以涉嫌泄露公务机密为由 带走了地中海 李灿宇刚开业的酒吧 也以这栋楼只能做餐饮为由 惨遭查封 打民多年才实现的梦想 轻刻坚化为乌有 让李灿宇绝望至极 老郑则被梁检直接传唤到监察厅 作为黑老大 老郑的案底厚的都能胡强了 在梁检面前是大气都不敢出 梁检查到 近期和绿毛平凡联系的 一直是李灿宇的发小阿兴 因此梁检准备让阿兴当替罪羊 承认自己杀了绿毛 考虑再三后 能屈能伸的老郑直接双膝跪地 表示愿意服从组织安排 反正与我无瓜 老郑一回来就给阿兴灌起迷魂汤 只要他愿意去当这个替罪羊 只需要坐两年劳 回来就可以拿到五亿报酬 否则老郑也会和地中海一样 锒铛入狱 到时候这家酒吧就彻底凉凉了 打发走老郑的李灿宇 当然不会让好兄弟蒙受这无望之灾 拿出所有现金 让他立刻逃走并躲起来 无论是谁也不要透露藏身体 虽然检察院的人发现了逃跑的阿兴 但一番追逐后 还是被他成功开车逃走 李灿宇也没有坐以待毙 成功逃脱的李灿宇 立刻联系了地中海 告诉了他老郑和梁姐联手的事 但一身正气的地中海 似乎并不打算逃走 与此同时 花姐也在录音中得知了这件事 给梁姐打去电话质问 无路可走的李灿宇 去找了报社的老局长 给他看了梁姐当晚带走小白和绿毛的视频 但老局长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 指出这个视频根本证明不了 是小白杀了绿毛 而且绿毛的尸体至今还没有找到 就在这时 彪哥给李灿宇提供了一则重要情报 李灿宇后知后觉 看样子自己是引狼入室了 这个消息不仅他知道了 老郑也知道了 并派出文市长 准备去绑走花姐 好在李灿宇及时赶到 拨打报警电话救下了花姐 就这样 李灿宇集中生智 顺利带着花姐逃出生天 晚上 花姐告诉李灿宇 自己已经约了新闻本部长见面 会把梁姐跟老郑之间的勾当全部曝光 让阿新和李灿宇得以全身而退 可李灿宇并不相信 那群人敢得罪白老头 现在也只想知道 花姐为什么被刺自己 我们父亲都死了 因为我被刺了 你把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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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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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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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严重 严重 严重 另一边 阿新的藏身地 终究还是被文市长发现 为了家人 他不得不主动上车 被带走 在狠狠折磨一番后 只能答应 引李灿宇出来 毫不知情的李灿宇 准时赴约 眼看二人被包围 车里的花姐发表了 因为他们的成功逃脱 老郑这边可就惨了 被气急败坏的梁姐 狠狠修理了一番 如今地中海深受牢狱之灾 花姐则找到自己的最强人脉 电视台的股东 崔市长 虽然知道 此人也是只老狐狸 但他还是将财阀公子小白 杀死明星绿毛的事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并全程录音存证 就这样 二人合力争取到了 视频专访的机会 杀死明星继继继继继继续 第二天一早 新闻果然播报了一部分内容 但是矛头却直指梁姐 把大财阀白老头摘得干干净净 新闻一出 梁姐就被上司一顿臭骂 前面还重拳出击的他 此时也只能唯唯诺诺 正懊恼之际 看到新闻的白老头也来问责了 崔市长这只老狐狸 播出一半新闻获得高收视率 又临阵倒戈向白老头 直接就把李灿宇给卖了 换到了仁川机场免税店的项目 很快 李灿宇就被抓了 被抓后的李灿宇 早就知道崔市长不是好人 自然留下了后手 而神队友自然就是花姐和阿兴了 一旦自己出事 这些照片足以让白老头跌落神坛 考虑一番后 白老头决定死马当活马医 但是李灿宇没有去找检察官 而是带着崔市长找到了老郑 谁知白老头就是老郑以前的老郑 老郑一接起电话就点头哈腰低声下气 原来李灿宇的计划就是让老郑出马 抓住检察官的女助手 在这帮黑社会的逼问下 瑟瑟发抖的女助手交代了尸体下落 李灿宇北想着 明天就以此逼着梁姐承认 杀死绿毛的不是小白 而是某个贩毒组织 然而话还没说完 梁姐就被绑了进来 李灿宇也随即被打倒 原来老郑和白老头早已串通好 打算让梁姐来背这口悬黑铁锅 干掉梁姐后 再伪造成了畏罪利粉的假象 他一死 白老头和老郑可谓是各取所需 老郑帮白老头解决了梁姐这个要挟 白老头则给了老郑 进入房地产行业的机会 接着他还下令 让老郑把李灿宇 花姐和阿兴 这三个知情者一起干掉 得意洋洋的老郑 还不忘出言嘲讽花姐 在去往天堂的路上 永不放弃的李灿宇 开始在车里制造混乱 巨大的动静 引来不少围观群众 李灿宇救出花姐和阿兴后 开始大声呼救 就这样 三人算是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可光凭他们的一面之词 显然无法扳倒白老头 只能从他的独宠儿子身上下手 在警察好友的掩护下 三人顺利逃脱丁少 终于小白再次出现在一家夜店 李灿宇带着上次缴获的一包面粉 故意冲进去栽赃嫁祸 小白最终成功逃出包厢 下一秒就倒在了花姐的酒瓶下 在报社老局长的助攻之下 白氏家族的种种劣迹 被披露到公众面前 相关的政府官员也都遭到了曝光 眼看靠山倒了 老郑赶紧带着文市长准备逃跑 但已经是来不及了 极远已久的李灿宇 也和文市长迎来了单挑时刻 在多方面的积极努力下 所有罪恶势力通通被铲除 老郑和白老头手拉手接受调查 看样子每个十年八年 估计也出不来 至于李灿宇 自然是报得美人归了 太可怕了 做 toma 慢一点 完成 成長 GO